真好啊 怎么这么好啊 怎么这么好啊 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战道 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修建的 自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上 那是169窟 对 这是169窟 这个洞窟 是比尼斯最大的一个洞窟 以前的战道也是这样的吗 基本上它就是利用这个 崖壁的一个自然的走向进行修建 但是历史上曾经修过多次 所以现在有些地方还留下了 这个以前战道留下来的浮孔 对 就这些孔啊 抓着栏杆啊 徐老师行吗 那我就不上了 你们上吧 他有点胃高 佛呀 我来看你了啊 小心碰头啊 哎呀 徐老师真是又是遗憾了 可以了哈 上了啊 很陡啊 义军 要小心啊 好 一定得抓牢了这个栏杆啊 对 哎呀 我们应该这样向上攀登 向佛攀登 哇 徐老师要站在这儿 就晕了 好 继续 哇 千佛呀 哎呀 无限风光 带显风啊 哇 这鸟像下坠一样 哇 这个好美啊 对吧 这个表情若有似无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 西秦 哦 这就是西秦的啊 对 这个洞库里面 总共分了24个小刊 大部分都是西秦时期的 西秦到现在 快两千年了 一千 六百 一千六百年 一千六百年 对 哎呦 当时1963年 这个文物工作队 他们上到这个洞库以后 首先就看到 除了这个大量的佛像以外 最振多人心的就是 发现了这一方体系 哦 这个 封着的这个 这个就是西秦建魂元年的 这个造像体系 嗯 建魂元年也就是公元420年 至今刚好一千六百年 一千六百年 对 在这之前呢 学术界就是 基本上一致认为 中国最早的这个洞库 是云岗石库的 嗯 但是发现了这个体系 然后就 把当时的整个这个 学术观点都推翻了 推翻了 嗯 推翻了 然后由此就确认了 就是说是咱们这个 河西地区 梁州地区的佛像 包括秉宁寺这个 西秦世纪的佛像 嗯 是咱们中国最早的这个 这个石库佛像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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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